你是一个十二不赦的大反派 可你却有一个正派的先天妻子 重生后你变成了一个小孩 为了重新让妻子爱上你 你只有变得更强更猛 根据前世的记忆 你找到了魔教至宝斩仙剑 但想获得魔剑的认可 这其中的凶险可想而知 哪怕上一世你得到了斩仙的认主 能就没有把握再次获得他的认可 如果失败了 你会被吸干精血浑飞魄散 富贵贤中求 你必须赌一把 斩仙剑宁的模样 是一位十五六岁身穿红衣的少女 但身上的凌厉气势 就把宗门的那些老不死都望尘莫及 重新见到斩仙 你的思绪有些复杂 但现在斩仙对你可没有任何感情 你率先发话 表示只要斩仙给你签订剑龙契约 你便会在日后带着他站在纵生之点 迟早有一天 你会替他斩断 使尖所有生病 你对斩仙实在太了解了 这就是他一直以来渴望的追求 为了让斩仙彻底吸引你 你也没有隐瞒 将体内修炼三教绝学同时运转 在三种功法运转下 你一下子如仙 一下子如佛 最后诡异如魔 斩仙自然是石货人 仙门佛门 魔教的顶级功法 竟然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 虽然你的资质很差 可他真的有些好奇 你能走到哪一步 所以他倒不介意跟你混一段时间 大不了杀了你 再还个人根 而且你实力太弱了 所以斩仙只同意与你签订 建主契约 建主 人奴 顾名思义 建为主人 人为奴 此言一出 你顿时无欲 圣仪是你签的好歹 是建灵契约 建与人平等 哪怕圣仪的魔帝莫天经 也是签订了建灵契约 你虽然很不满 但也只能表现出乐意至极的样子 我愿意成为你的建奴 斩仙对你的态度颇为满意 提醒你看清半空中的符文 将他用精血烙印在剑身即可 这是一瞬间 你就感觉到一股恐怖的犀利传来 身上的血液竟被斩仙吞噬 剑身显现出显红的纹路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按照展仙的命令 绘制属于你的建筑符文 无数狂风包围着你跟展仙 难可感到惊恐的竟不是你 而是展仙 只见他大喊 快给我停一下 你手中绘制的符文 根本不是建筑符文 而是真正的建奴符文 每一把神器的认主纹路 都是独一无二 每一种契约纹路 用过一次 就会发生改变 只有得到契赢的认可 让他主动告知 否则没有人能知道 展仙剑宁从诞生至今从未认主 第一阶的契约 全是剑宁或者剑主 而你根据前世的记忆 而当着展仙的面 绘制剑主符文 只要仪式开始 身为剑宁的展仙 就无法停下 可即便如此 展仙依旧不甘心的你为主 奇迹败坏下 他竟想干扰你绘制符文 让你遭到反噬 中断仪式 可顿主仪式生成了品种 竟连剑宁也无法突破 虽然没有展仙的干扰 但接下来的过程 依旧十分凶险 你摒弃灵神 体内血液翻滚 末教功法 形成针戒 疯狂运转 可不管你如何发力 建筑文路 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你突然醒悟 剑宁都不认同 就是展仙剑在拒绝 想要跨越剑宁会指符文 根本 就是吃人说梦 而再过半炷香还没有成功 你就要被展仙给牺牲连干了 这下角色互换 展仙变得悠闲不已 反倒是你开始有些慌张 怎么办怎么办 突然你似乎想到了什么 对着半空中的展仙 掳住了寒情默默的眼神 仙儿 你不是好奇我哪来的剑弩符文吗 除了你 还有谁能知道剑弩符文 只是 我没想到你会抗拒得如此之深 你的预计 让展仙一阵哆嗦 所以有一脸比一的表示 他怎么可能把任主符文 交给你这样的人 你心中已经是焦急万分 可能就一脸认真 神情款款的继续说道 仙儿 上一世你我虽然种族不同 可却相爱相恋 海誓善蒙 是你今所把任主符文交给了我 让我还有来世 还要再做恋人 我此后重生于此 才会找到墨天青 把你给救出来 只可惜 我就要死在你手上了 可我一点都不后悔 展仙那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让你知道有戏的 因为此时的展仙 是刚诞生不久的剑弩 所以并没有你所想的那么精明 内心的动摇 使得温度距离完成 又近了一点点 你强忍住心中的狂戏 准备继续忽忧 可展仙却反应过来 表示如果真是恋人关系 主不契约 为什么不是平等契约 你是个大骗子 卧槽 这要怎么远呢 眼看主厨的鸭子就要飞了 你突然有些不好意思 拧拧拧拧拧的说道 陷恶 我没骗你 是你说那种符文是独一无恶 代表着你对我的爱 你说你喜欢喊我主人 要一生一世 当我的贱奴 哪怕下辈子 那我还要再当你的主人 花音刚落 展仙就双手抱头 都在地上 让你别说了别说了 绝闷的翘脸 竟抖出嘲红 时不时 玩坏的样子 而契约也在这时完成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你并没有完全欺骗展仙 因为这顿主符文 真的是上一世 他亲自告诉你的 有了魔剑展仙剑在手 你又多了一个底牌 而你的妻子青蓝 自从得知 你这矛头小孩 竟是他未来夫君后 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想到你 看来 他的道心 真的被你影响了